我是户票胖子 大家好 我是户票胖子 这是我们刚刚抢的 在这里面盒子里面拿的一堆盒子币 我们再抓一批出来 再做一期视频 就随便抓 这样抓好吧 随便抓 抓到什么就什么 在这边 再抓一点 抓到啥就是啥 就随便拍拍 因为现在确实没啥素材可以拍了 就只能这样子 这个是空盒子 就去打盒子了 再抓两个这个 这样的话一套东西也不少了 把这些的话就放到最前面给它拍好 等下就不会再抓它了 这堆我们已经看过了 这个是没有看过的 这个也看过了 这堆是看过的 就给它放回去 我们再看看这堆 到底是些什么东西 我们一进到底不剪辑 直接开始 这堆的话是啥呢 来一起看一看 第一个是一个降伏元宝的一个铁钳 状态还是很不错的 现在大家看到比较小的降伏元宝比较多 这个铁钳还是相对比较少见的 这个的话应该是能值个800块钱左右吧 像这一个 折三的一个铁钳 这是一个宋元的一个七级币 其实这个币状态是非常犀利的 给大家看一看 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宋元 确实宋元的盒子币 这个状态是真的好 你看这个钱 就看它的状态 给你们放大一点 你看它的状态 对 它确实这个字口没有那么干净 但是其实这个文字是很犀利的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你可以去看它的这个锅 还有这个鞭道的这个纸鞭的程度 你看 这一个80分的钱 居然是个纸鞭的 你看到吧 哎呀 掉地上了 这个80分的钱居然是一个纸鞭的 大家可以看到 看到吗 它是一个纸鞭的钱 这个是个状态 真的是个纸鞭的状态 这就是我想推荐大家送颜的原因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看着盒子很low 看这个盒子很low 但是它的这个里面的 壁的状态 其实是真的很好的 这个就是low 这个就是有解漏的可能性 知道吧 如果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状态的 它这个钱甚至是可以在桌子上站立的 知道吧 类似我这些钱一样 这是可以站立的 知道吧 对吧 可以站立的 知道吧 它都编到好的话 它可以站立 站立就意味着什么 站立就意味着之前 对不对 因为站立就意味着之前 站立在那里 对吧 这是一个汉原 这是一个汉原 想完那一个 这是一个汉原 状态也还不错 平头通 下潮点汉上月 背面还有个月 汉月 汉原被月 这个应该也能卖个五六百块钱吧 毕竟那个五代十国的钱也是未来的潜力品种啊 在我们眼里 这是一个布权啊 北周啊 新网布权 这个的话 在两百多块钱 两百五到三百块钱啊 就是如果大家去收的话 一百多 如果能收到的话 可以买一点 两百左右也可以买 品价好的话 买到三百问题也不大 就这个布权啊 它这个品种也是涨价幅度相对 不是特别大的 再看一下 这个佣正 这个品价太差了 这是一个标本了 这个也是一个 这是一个宽字长点平尾通 应该也是个七级币啊 状态还是不错的 啊 其实没什么大毛病 就个人打的盒子啊 其实毛病也不会特别大 啊 就是这么个状态 也谈不上好 谈不上换吧 中规中矩 嗯 然后这是一枚铜质保证啊 这是个大样 二十三点四啊 这已经是个大样了 也能卖个四五百块钱 三四百还是好卖的啊 这个铜质大样 这个是一个现在没有涨价的品种 我最近收了大概有二十十几个铜质吧 就是二十三以上的 然后二十五的也又收了几个 二十五也收了三四个吧 啊 四个 二十六收了一个 啊 这是一个美修的建盐 啊 大家可以看到建盐 这个绣还是挺漂亮的 把盒子打开来看一下 绣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 现在这个绣还可以的 但是还是显得比较 比较弱啊 就这样 这一个建盐 嗯 就一个小建盐 这是一个大官 叫侠宝宽字 侠宝宽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官折尸手 知道吧 大官的一个折尸手 4.1克 大官折尸手 就是俗称的大官折尸手 律书短头啊 这个我已经卖掉了 好像卖了384块钱 正好找到了 我就不用放回去了 都是直接放在发货的那一堆 350多被我卖了吧 卖的有点便宜了啊 我们当我当时来价应该也比这个价格可能还高一点 这个钱又卖亏了啊 亏就亏了吧 无所谓了 这本钱已经在我手上快一年了 对 现在中宝确实整体是比较难卖的 这是一个唐国的一个扁国 看到吗 叫赚书大字 这是一个扁国啊 是一个也算比较少一个五代史 就是五代史过的一个版 这是一个周元通宝被诱新啊 这个状态可能相对的也有点差 状态我一特别好 反正现在被新业的周元卖个三百多块钱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啊 状态其实就是啊 原汁原味也没有动过啊 这个钱是很厚的啊 你看到的底边啊 非常厚 这个也还可以 周元 一个小周元 至少有个盒子嘛 还是有保障的 啊 接近五颗的一个小周元 嗯 被诱新很清楚 被诱新啊 然后呢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雍正啊 这雍正状态也很差了啊 字口有点看不清楚了 对 但是这个应该是沙坑里面 就是沙子啊 把他上面堵住了字口 对 这一枚是一个青园被试啊 状态的话啊 也还可以 打开看看 这个也来了很长时间了 应该去年 年底前买的了 啊 我就觉得这个字口啊 特别特别的犀利 看到吗 这个字口真的特别特别的犀利 啊 然后这个编道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编道也是非常非常有味道的一个编道 可以看到啊 你得放大去看 就能发现这个墙的 字口吸力的地方 很舒服啊 非常的舒服 知道吧 然后再开开 非常舒服 状态 字口状态 这个有可能是能立在桌子上的啊 我看看他有没有立的可能性 这个编道还是挺直的 还是立不了 宽边的度不够了啊 宽的边的度不够了 立不了 他这个地方其实是平滑的很 是有立的可能性的 知道吗 但是一定他立不了 嗯 他的宽度不够 就是边已经因为流通啊 导致他的这个宽度 这个阔源的宽度不够了 他立不住了 嗯 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是一个 清元被四 清元通宝被四啊 最后又来一个 一个保全 这是一个 太样啊 27.9 1.3 4.3 这是一个大样啊 状态呢 就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 就是那种 就是特别严重 一个黑坑里面的啊 状态其实他有点差 但是他的这个尺寸还是可以的 是27.9的一个佣正 我感觉卖个三四百块钱 还是没问题的啊 四百块钱左右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因为他的尺寸大嘛 然后最后就是剩一个 零六的一个广锅啊 这个广锅也是个七级笔 其实这个广锅呢 状态其实还是可以的 但是呢 他有个问题就是 谁啊 大家可以看他的状态 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地方编道 有个磕碰 看到吧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磕碰啊 但是在其他公勃的话 你肯定是出风没有问题的 但是在那个宋延的话 这个磕碰 就可以让你丢掉 这个钱币的就是说 啊 就是会出一个零标零六 啊 这也是宋延钱币零标 特别多的原因 知道吧 你从背面看 他的完全没有损伤 但是你回到正面 你就会感觉到这个地方有一个损伤 但是视觉上看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的 知道吧 啊 但是他那个编道 其实还是有个小的 那这个钱的话就就啊 因为这个零标可能就只有啊 六七十块钱了 这就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 那么就是这个重宝 我也就选亏一波了 对吧 毕竟我打盒子的成本在那里 送颖的成本打盒子成本还是挺高的 行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要分享了一批这个 就是股钱币啊 大家觉得啊 这些东西状态怎么样啊 欢迎点赞关注啊 拜拜 拜拜